我是小奖 今天啃棉花堂 凌晨四点 排到了个不太正常的黄金机甲 该不会是主播吧 有谁认识他吗 不过 这压的怎么那么像傻貌人机啊 有了隔壁鱼米之乡 现在却有的人机 都听话成这样了吗 我去 无敌惊飞锤 直接把那个小羊给炸飞了 我连人机都不如跟一貌了 本来一生先 被大皮杆网爆 还把我从大甩蛋身边撞下去 就够难过了 你小奖才鸡蛋啊 每天十个赞都没有 不火了 没人关注了吧 还主播呢 没双过凤凰 根本配不上小北干燕 对我 就凭他这句话 小奖挑战三天内双凤凰 不双凤凰不下波 不是这人机机甲 怎么突然不动啊 还以为多厉害呢 还得靠我夺冠 战哥翔起来 开麦克风啊 开来不是人机 刚捡漏的操作 不会再骂我吧 听听看 打鱼血 打鱼血 累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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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天早点睡觉 这机甲规计的一千 加个好友 下次再玩吧 不爱叫姐姐 姐姐在你 姐姐 不是小孩哥吗 怎么突然长大了 姐姐 不是说 韩姐姐带我躺音吗 吓得不敢直升 还不小心 掉下去了 谁躺 姐姐还是看我的吧 刚刚不还是小孩哥吗 这是我弟长号 他已经被妈妈拖走了 这学一幕心动是假的 别 拿这么比我网恋对象 前男友的盒带 好一百倍啊 哎 不过没加上好友可惜了 没想到那小孩哥 下午又主动来找我 上来就喊我南方小土豆 哥 可以带我台 今晚哥 我五年前 我本期间放假 眼镜上皮儿去了 是不 我你奶 小皮孩一边去 真是扶了 屁点大 被妈打的还不够 是不 等等 突然转念一想 他有个帅气的哥哥 为了加到他哥哥的好友 跟小孩哥来几吧 又算什么 来直接开 要不咱听妹妹的话 别打了 最后一遇了 我让哥哥加你微信 直接开 无语了 家人们 小孩哥的技术 无话可说 牛的一批 我都快过关了 他还在后面呢 小弟弟啊 你看说了这么多次 姐姐也不怪你是吧 叫声姐姐 这把带你躺你 姐姐姐姐 怎么又是呀 听我弟弟说 遇到个狗屎队友 我来替他打 顺便教育一下他 怎么 你也要被教育一下 我 我不用 该死 这说话一切 怎么看的 宝宝这么像啊 我和大神 那是网练 对听他 因为我爱大不理 反正就是说 现在遇见了个声音 这么好听的帅哥 宝子们 心里住这两个人 怎么办啊 我是小蒋 今天在大厅吃麻辣毛蛋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 那天我在广场上 开飞车 不过好像 我正想转过身 看看他俩 有没有被撞骨折 结果他俩 好像很健全的 先后倒地 我才还真是喷子 不一会儿 就围来两个吃瓜群众 这令我惊讶的是 他俩说悄悄话 不用私信 哇 毕哥 这大鼻子歪嘴的 正是我喜欢的货色 说不定还有秃秃车 咱俩直接假装骨折 以前不要 就要他以身相续 毕哥我去抓复活 来给你入洞房当起饭 哇 毕哥 毕哥对我真好 咱今天第一天完蛋 我就有媳妇搭子了 跟着大哥 混有树不完的婆娘 结果那俩二傻 直接倒地撒破大鬼 疯狂在大厅 刷屏要我赔钱 我寻思这俩人正无趣 开着我的兔兔车 就准备溜 大城市就是不一样 连击快妹都有兔兔车 他俩就这样 稀里糊涂追着我 跑了一路 我实在是 无可人 下去就是给他们一棒子 毕哥 这DK妹 怎么有点像金刚芭比 说谁是金刚芭比 然后我这辈子 都没法忘记的事情发生了 正当我准备 准置他俩的时候 我的闪淡男友走了过来 你可真是我的救星 我开始对男友 一顿撒娇卖门 是这辆不穿衣服的代码 毕哥他好像有人了 毕师S图 三位人员能一起过 你俩要是能过我选的图 俺媳妇就送你 这是什么操作 这是要出卖我吗 等等 居然是这张老六图 这图是个人 根本过不了 拿了个跑线 直接没看一度 看来萧比还是爱我的 这图这么难 他俩肯定都过不了 不过我男友是厉害的 他自己选的图 他自己都过得选 不知道失败了多少次 突然发现 SD和毕哥不见了 他俩肯定退图 至那儿退了 等终点天怎么站着两单 不是 谁告诉我 他们怎么过关的呀 毕哥 我又活娘了 我又活娘了 好激动啊 哈哈哈哈 但丁点 别笑得这么傻气 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我们赢了 我们赢了 大姐快把鸡块妹给我 送你了 别还我 哎呀大傻蛋 现在有你好看的 哇 鸡块妹媳妇 好大个大傻蛋 真给我扔下了 早就看那婆娘不顺眼了 天天问我要新皮肤 以后有他俩好受的 他想知道那是谁 我是小奖 我前面背面上的恐龙撞下 变成了混蛋 更可怕的是 现在大厅里有一个人看不见我 这该怎么办 事情是这样的 今天在大厅吃鸡蛋巧克力的时候 突然发现我蛋 居然起恐龙上了五点 这还怪拉分的 射牛姐姐也要上去 不过这恐龙是起上了 还怎么上去呢 想知道咋上去的宝子们 老地方扣个一 我这就教大家 首先卡上翼龙的翅膀 等翼龙起飞后招转点位 来到摩天轮的上方 等待时机就可以跳到右眼上 正当我满心窃息 架着我家霸王龙的时候 不知哪个没存知的蛋 对着我脸就是撞 结果被撞不住 我还变成了灵魂蛋 见过聪明的 没见过你这么聪明的 居然自己上楼顶被恐龙状 掉下来 摔成灵魂足球 跟我来 带你去你最喜欢的答辩图 找个灵魂 怎么又是答辩图 我的前世又不是答辩 热帐图刚开局就过关 直接震撼我妈 所有关卡的设计方式 也是相当炸裂 因为变成了混蛋 我可以笨得超级高 实在是太酷了 放心我找大师算过了 大师说小蒋因为吃太多答辩 导致灵魂出窍 只有通过这张双人图 才能恢复正常 你确定大师算的不是你自己 来到这个石头上面打开开关 再被傻蛋男友用咸鱼砸到右边 瞧瞧他拿咸鱼砸我那开心样 只可惜我拿不了咸鱼 来吧我送你过去 哇我直接起飞 这里让傻蛋男友抱我跳上去 正常蛋跟着我复位就行 重复再来一次 对了大傻蛋最近为什么都不理我还不回我消息 这个臭小子不理我去其他游戏里撩妹去了是吧 看我灵魂出窍恢复后不来收拾你 别别别刚刚都是我瞎说的 我不管等着跪榴脸吧 一人一边赶紧把我恢复成正常的搭 等傻蛋男友用弓箭把我打进传说门 想要恢复成正常的搭 还不得靠自己去按个按钮 点复位进入下一关 这个时候我和傻蛋男友那边都会各有一条路 这里需要傻蛋男友先撞弹床跳到对面 拿到箱子之后我这边才会出现弹床 跳弹床简单过 这里的双人关卡更加新颖 需要傻蛋男友垫上足够的箱子过来接我 瞧他那傻乐的样直接化身为包工头 扶好路后我们继续走 可恶啊灵魂出窍的状态拿不了武器 只能狂狂挨揍 这里需要傻蛋男友揍我十次才能过关 赶紧拉上你那些不听话的反骨蛋搭子 让他变成混蛋 直接胖胖挨揍 大傻蛋你给我等着 一会儿指定饶不了你 盈盈盈不是我想打你 视作者要求啊 突然想一直变成混蛋 能飞得超级高 最后让傻蛋男友进终点就过关了 我也恢复了原来的样子 造成为了 sais stone approached 赶紧开镜和店十dade 呢 良实 pay 精神 想打开镜 能飞得超级没太多 哎呦妈 你呢 我是小蒋 因为一场火灾 我这辈子没见过亲妈 十四岁那年 疼爱我的父亲生病去世 留下了一家公司和那个女人 那个女人是我父亲的秘书 一年前才和我父亲结婚 结果不到一年 我父亲就去世了 我一直认为 是他害死了父亲 好接手我父亲的公司 你又不是我妈 凭什么打我 现在没爸没妈 不通话我就打你 爸爸 我好想你 今天是母亲节 可我却没见过我的妈妈 果然爸爸的手机号注销了 不会有回复的 我又在期待什么呢 孩子 爸爸也想你 要照顾好自己 这是 爸爸妈 哈哈别自欺欺人了 不过是拿到号码的陌生人罢了 爸爸 我好累 我的梦想是去大城市 可我 现在离梦想大学的分数还很远 好好学习 现在所有的奴隶 都是为了将来的奥险 你会实现梦想的 因为这陌生的鼓励 我开始拼命学习 一天天就知道花钱 给你用的每一招蛋币都要还我 可我现在没蛋币 你真有本事就给我考上大学 没蛋币就给我去街头赚蛋币 后来我留宿街头 拼命跑外卖发唇 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 我获得了出国留学的机会 孩子你很棒 恭喜你 就这样保持联系 挺好 这是我爸的公司和房子 你为什么要赶我走 你不是考上了那什么留学学校吗 你要是真有本事 就去大学昏出个名堂来 你就是看上了我爸留下的公司 到了中国留学的日子 我也通知了那个女人 但直到我登记的那一刻都不见她的身影 后妈还是后妈 又怎么会在乎我呢 果然她只是看上了我父亲留下的公司 我在国外留学一切顺利 突然有一天我接到了一个电话 这不是爸爸的号码吗 还活着 小蒋 我是你后妈的秘书 这手机你后妈一直视为珍宝 我实在忍不住想告诉你真相 其实你后妈她活不了多久了 她对你年龄都是装出来的 公司她已经安排好了一切 就等你回来接手 现在她长时间的夜班操劳 犯了重病 说我只想打来问问你 能否在母亲节赶回来看她最后一眼 要是没空呢 原来和我聊天的一直是那个女人吗 妈妈妈 母亲节快乐 我求求你 再看我最后一眼吧 我都还没 还没孝敬过您啊 我曾感受过 身份在结果 身份在结果 你忘记了 时间很快 愿所有的儿女 能够在母亲节多谢 陪伴 我是小奖 今天在大厅吃牛肉碗 你们遇见过有人凭空消失吗 那场对局结束后 我居然在好友列表搜索不到我的前男友 难道他真的离开我了吗 但奇怪的是 我去找他的家人 他们居然表示没有肖北这个儿子 这是怎么回事 于是我不断地去问粉丝 你们还记得肖北吗 记得的宝贝们 穿衣服 记得扣二 难道没有一个人记得吗 我询问他问题 他居然说我丑 这怎么能忍啊 难道我穿得很土吗 老娘背包衣服贼做 知道吗 就在我准备怼回去的时候 一个穿着五桶的蛋 走上来就是给他一棒 还在我面前耍帅 我去还有贪贪车 拉分的嘞 居然还是个帅哥 男女的朋友 我这才反应过来 这不会是我前男友 小北开的小号吧 不是吧 连平时低调穿的衣服都一样 肯定是他放心不下我 浅浅试探一下 然后他就说他二十三了 这年龄怎么跟我前男友 一模一样呀 还有这该死的保护欲 我更怀疑是小北开的小号了 小号他说带我双牌 那我就露一手吧 解极快妹的技术可不是盖的 哇一大堆甜甜圈呀 站起来了 快快快终点我来了 我直接开个滚重 队友 我队友呢 队友快场我 我已经快到终点了 好的我也快到了 我也到了我也到了 请你们相信 绝开妹前期是无敌的 你到哪里了 在路上 离成功只唱一步之遥 啊 这是 OK我现在是第一 这种关卡简简单单 最后直接来个冲刺 啊 你已经过关了吗 没事我很快的 你为什么还在这里 是有什么信誓吗 感觉这个加油器不好使 等等我好像忘了 我手上有勾爪啊 嘿嘿嘿 嗯 准备吗 算了 还是得靠我 直接被炸飞天赋的了 咱们一起快点 怎么样也算把第一名拿下 哇加油 我们现在是第一 你都是滑 好那我滑一下 你是认真的吗 那再滑一下 哇我们被炸飞咯 最后决赛了 让我来露一手 赢了这局 我就能变成凤凰的 嘿嘿小向 你是自己下去 还是我给你打下去啊 有何没下去 看我怎么收 没事没事 还有机会 等我反应一下 拿个咸鱼 小向你不讲武 都直接开炮 我要反击 有个猪队友 是什么体 看我的一个双刀 打他下去 直接带你夺冠 他很厉害 而且他的身影 实在是跟我前男友太像了 那是我来到他的岛屿 起起往事 想试探他一下 他愣住了 果然他不是小北 就在这个时候 居然有一个 穿着一样的蛋 走到我面前 说了一些奇怪的话 难道他是小北吗 看着不像 不是小蒋 今天在大厅吃大磨货 你们还记得 那个偷偷给我 让冠军的前男友吗 高考的最后一天 也是我和小北相处的 最后一天 考完了吧 小蒋 我接你回家 奶奶 哎呦 我家孙女考完了 走咱回家 奶奶给你买了大西瓜 大傻蛋 你可以不要跟奶奶一样 离开我吗 我想我奶奶了 奶奶 她没在家吗 高考的前一天走了 写作我的那一刻 我的手都在抖 考不下去 为什么他老人家 不能看到我的成绩 在走呢 还记得 小蒋啊 快看 这个西瓜大 奶奶对你这么好 长大了 怎么犒劳奶奶 我要带奶奶去坐飞机 遨游全世界 好好哦 小蒋带我遨游世界 我在一旁教小蒋唱歌 黑黑的天空地址 奶奶唱歌真好听 奶奶爸爸妈妈又吵架了 小蒋乖 大人的事情 咱们小孩啊不要管 明天我就去教训他们 奶奶你会一直陪在我身边吗 当然 永远给你种西瓜吃 想吃西瓜了 就尝回来看看啊 好的奶奶 奶奶你年纪大了 不要再干农活了 这么累 奶奶赚钱给你买西瓜吃 我身体棒着呢 奶奶你别吓我 对了 什么时候带你男朋友 回家看一看啊 哎呦 还真带回来了 这小活好啊 再过几年 你俩生个大胖小子 奶奶前几天 不是还好好的吗 怎么就 说来话长 奶奶我来看你了 我唱歌给你听 黑黑的天空 说好了我带你去 好有世界的 小蒋啊 别担心我 明天好好考试 考个好大学 将来 将来啊 跟萧北生个大胖小子 奶奶一直在 你看天边最亮的那颗就是我 会一直保佑你 萧北 你看 奶奶你就是最亮的 所以咱俩能好好的吗 你们不要跟奶奶一样离开 对不起 以后那颗最亮的星星旁边就是我 我爱了 萧北 萧北呢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 你们怎么可以都来骗我 不是说好了不离开吗 萧北 萧北我知道你在这里 我们的爱情就像一个鸡杀 你真的不牵挂 还坐上了她的宝马 因为我不敢回答 回想问你为啥 我说不了一个人的 对话 我的姑娘对话 我的姑娘对话 我是小蒋 今天发现了一个超超超离谱的事情 前几天因为分手 吹油了蛋仔 然后今晚做完作业 刷快手的时候 看见个周年庆版本的蛋仔 想着蛋仔怎么更新这么快 就下个小号玩玩 进来之后我惊呆了 谁能告诉我 这到底是什么皮肤啊 救命啊 我长这么大头 一直进城 从没见过这么华丽的东西 重点是这是谁的号啊 就在我们圈 想发个表情的时候 不是吧 这是啥 这是秃秃车吧 天啊 我以前只坐过别人的秃秃车 从来没有自己拥有过 这也太酷了 然后就突然觉得 有秃秃车跟大小蛋分手 也没什么不开心的了 毕竟有这么多 满大街的帅哥围着我跑 等等 如果有秃秃车的话 那我的背包呢 我天啊 我直接闷了 我是乡下土包子 从没见过有这么多衣服的大城市场面啊 还有好多我连见都没见过的第一赛季铠甲 这都是啥啊 超级激动水动啊 今天先不移谋了 明天晚上再移谋吧 咱就是说 刚以你一个周年庆办这么大嘛 我是小奖 今天在大厅 前来没事 约上三十万 双色默契大挑战 红色黑色 红色黑色 以我对他的了解 他应该会选红小洞 等等 看这个外形怎么有点不像啊 不是你告诉我 卡罗黑不溜秋的哪来的红色 红色呢 本命年红色的秋 好家伙变态整我是吧 姐姐带你去玩张图 你要是过不了关 就穿小圈群跳极乐镜土 是吧 就这 这图有什么好怕的 确实一点都不可怕 一会儿别恨我就行 哎呦我去 吓死我 放心三十 你走前面 后面危险 姐姐护着你 三二一 超 没准我 也没啥好怕的 就一恐怖图 不行 我怕怕小姐 你先走 姐姐我什么时候 可以问你啊 后面会出现脏东西 你走前面 我护着你 你拿那个腿的 看三十 这个胆小样 小群群是穿定了 这张图就超级适合拿来整理的反骨蛋搭子 仔细看这美女眼镜 乖可爱的哈 太可怕了 饶命 也不至于给我磕头吧 我还是给你穿小群群 跳极乐镜 哎你还想偷懒 还是乖乖的跟我一样走正规通道吧 不是你小子就偷懒 那我也能偷懒的时候就要偷懒 这里简单挑笨床 那个傻蛋三十下的尿裤子退涂了 一会儿等着拍小群群视频吧 利用弓箭的惯性走上坡 哇 辣青蛙 简单的电箱子跳铺 游手就行 三十那个胆小鬼玩到一半就退涂 看我等会儿不收拾它 哎呦我天 这么大个红小豆 长得甄别 这美女贴贴 说服电箱子进传送门就到终点了 哎呦这里还有个美女呢 一个人坐这儿打个卡 这张图带上你那不听话的反骨蛋搭子 下财她实在是太酷了 傻蛋三十 快给大家穿上小群群跳极乐镜土 麻溜的 一会儿别人退票了 等一下等一下 这整的是啥 我换上GK妹跳算了 快点吧 我们都等不及了 当然不算 我是小蒋 今天在大厅吃龙虾 这场电门赛 我失去了非常爱我的前男友 开局就有个恶心人的僵尸博士 在公平上打字说 谁赢了我 他就嫁给谁 但这局输赢真的对我很重要 没想到 居然会有暖心的黑蛋 看到我评论之后 回来给我送了个超级紫过 其实这一局 是我和僵尸博士的打赌对决 你们还记得那个让冠军给我整破房的小黑蛋吗 那把对局结束之后 我跟踪小黑蛋发现了我的前男友 他们的对话让我又一次破房了 我爱他 希望在毒药发作之前 替他完成凤凰蛋的愿望 我就知道他还是爱我的 什么 要拿小北身体做实验 不行 他帮了我这么多次 这一次让我来帮他 于是展开了我和博士的对决 但我怎么也没想到 博士最后居然用黑科技非法组队 这里博士看我比他快 直接打滚动撞了我一下 害得我掉了下去 好你小子决赛等着 这一把为了救前男友 小杯我必须赢 你们愿意点亮小星星 为我加油打气吗 OK啊 得到了你们的鼓励 我也是顺利的快到终点 这个僵尸博士不过关 想干嘛 上来就是给我个大嘴巴 可恶 他是真的欠 幸好那个开局 送我超级起步的黑蛋 抱我到终点 天分对决 居然还有暖心的蛋 第二把送恐龙回家 又是这个僵尸博士 满大街的恐龙不要 非要抢我的 又来 肯定是嫉妒我有兔兔车 最后一只小恐龙 没想到僵尸博士也过关了 第三局僵尸博士 不依不饶的又在公屏上打字 说谁赢了我 他就嫁给谁 然后给我送了个超级退步 不是我就问你长得 这个雄样 真的有人愿意嫁给你吗 还真有 完了 僵尸博士此话一出 号召了好多蛋仔 来一起欺负我 就在我快过关的时候 他又拿着保龄球 把我砸了下去 我知道自己的技术很菜 我也没上过凤凰蛋 但一想起 我要是输了 小北就要永远离开我 于是坚定了夺冠的信念 最后决赛了 小北帮了我这么多次 这一次我一定要救他 他们非法组队攻击我一个人 在我拿到咸鱼的那一刻 体内的洪荒之力一触激发 我使出了大傻蛋 教我的咸鱼双刀 此刻的我仿佛浑身充满了力量 大傻蛋你放心 这一场决赛我必赢 对敌人像这样 不要手下感觉 很快战场上只剩下 我和藏尸博士了 回想起到傻蛋以前教我的手法 先用冰冻锁住敌人 开枪 我教过你 就在我以为能够赢得 这场比赛的时候 我的账号居然为别人登陆闪退了 我还在比赛呢 当我重新回到对决的时候 已经晚了 我居然输了 最后你账号卡退了吧 是我安排人干的 按照规定你们输了 反正你男友活不久了 拿来给我做实验不好吗 可恶 你卑鄙 都怪我 都怪我太财了 你已经很棒了 如果有下辈子 小蒋我还爱你 我是小蒋 你们有没有在巅分赛里遇见过 爱而不得的那个他呢 还记得前几天偷偷用小号给我让冠军的傻蛋钱 哪有吗 那把队局结束后我就跟着他的兄弟来到了禁区 这这是大傻蛋嘛 我就知道他还没有退油 原来他兄弟来帮我也是大傻蛋指使安排的呀 大傻蛋 我就知道你还是爱我的对不对 别爱我 听不懂 以后我们不要再 可是你那天明明偷偷上了小号给我让冠军啊 我的小号出租了 他离去的背影这么坚决 却把我一个人留在回忆里折磨自己 还记得2021年3月1日 我在大厅吃烤鸭 随机开了个双排 那会儿是我第一次遇见他 开局我就网卡 全程他救了我11次 罢了 我还是抱你到终点吧 好温柔 我还以为他对我有意思 没想到他说这把是晋级赛 直接射死 后来多次偶遇 我们网恋奔线了 经常一起双分跑途打卡 咱们老了你也会像这样骑车载着我吗 会的 我希望我们永远都不要分开 你开慢点的 我要掉下去了 好好好 大会儿我们都还是鸡蛋 穿着最普通的衣服 即使上不了分也很开心 只要身边陪伴的那个人是你 2021年7月 我们一起买的第一个情侣皮肤 2021年9月 你送了我第二个情侣皮肤 咱俩也正式绑定了情侣关系 原来你说你想成为凤凰大 于是我们不断地开双排 可是我有点菜 总是拖你后腿 而你也很厉害 只要是你开的单排 一个人必定能上分 那会儿你还会继续带我开双排 让我们的等级差距越来越大 我只能每局尽量地抱你超级起步 做到不拖后腿 慢慢地 我也想变强大 想和你并肩作战 可我真的又笨又猜 还是你偷偷上了我的号 帮我打到了凤凰蛋 2023年3月 我们恋爱两年 第一次两个人都上了凤凰蛋 2023年4月 新赛季又调回到了鹅蛋 你说以后的每个赛季 你都要成为凤凰蛋 后来的我们好像只在乎输赢 只在乎自己是不是凤凰蛋 可我们真的快乐吗 蛋仔的意义真的只有这些吗 这个赛季的陪伴 我怎么也没想到 那就让我冠军 是你陪我上的最后一个凤凰蛋 后来的你会嫌弃我 蔡也会觉得我不是凤凰蛋 我也拼命地努力去熬夜上风 可曾经保护我的你 却要去保护其他女孩子了 你走得这么坚决 所以真的没爱过吗 还是另有隐形呢 我是小蒋 今天应该大厅吃胡萝卜 我怎么也没想到 这把颠分赛会依然我一生中最好的朋友 随机双排居然匹配到了隐藏款洛洛 就是这只榜二的莱卡 开局就跟傻狗一样在起点挂机 虽然不是一个对的 但出于我对他皮肤的喜欢 就把他走了点路 后来觉得爱是直接随手一丢扔了下去 可我怎么也没想到这不经意的举动 却被他气了一辈子 又是这只傻狗 下去吧你 果然绝开 目前技术无敌地直接过关 第二把拿了钩爪 想带飞我队友 然后不知哪来的 因为我遮挡了我的视线 我就误打误撞地抱了那只傻狗 他好像还蛮开心的 最后一把了 没想到那只傻狗也进了决赛 不是他真的傻 看到我拿到炸弹 却只静下我走来 单膝下跪对我送花 当地面即将下沉的时候 他毫不犹豫地 他直接在公平上打字对我们破口大骂 最让我破网的是 当莱卡的队友用炸弹炸我下去的时候 他却用泡泡救了自己的敌人 然后自己不小心掉了下去 这可是凤凰晋级赛啊 为了表示感谢 我来到了他的岛屿 从他口中知晓 原来他没有蛋搭 则是你直辜生意人的流浪狗 我的宠物莱卡很强 每次组队都能夺挂 但后来我喜欢上了各种漂亮的皮肤 莱卡也会想尽办法的去满足 但是我想要更多的淡帝 于是参加了宇航员选拔赛 因为第一只登上太空的蛋仔 可以获得超额奖金 同时也相应地承受有去无回的巨大风险 这又算什么 为了奖金 我不断努力 不断上分 但从那以后 我的宠物莱卡就不见了 我一直以为是他退游了 直到宇航员选拔赛的最后一刻 站在我对面的竞争对手 居然是莱卡 我惊呆了 他丝毫没有犹豫 直接把我一枪打了下去 可是获胜者上了太空 不一定能回来啊 上太空前的那一刻 宇航员对我说 莱卡是所有流浪狗里最乖的狗 他也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朋友 我是第一只在上太空的狗狗 无幸的是 太空舱持续上升 莱卡因为舱内温度过高 最终化作了点点尘埃 于浩瀚的宇宙中长存 我只想问莱卡 你作为我的宠物 是不是一开始就知道 这是一场有趣无回的旅程 几天后一个水波蛋来到了我的身边 你好小脚小姐 这是宇航员的一万赞币报酬 给予人莱卡 莱卡我不要蛋币了 你快回来吧 所以这就是我想要的嘛 我好像把我最好的朋友弄丢了 等等 我是在做梦吗 莱卡 莱卡 莱卡是你吗 所以快告诉我 一切都只是梦境对吗 莱卡他还在 对吗 我是小蒋 今天在大厅吃哈密瓜 这岛里是有大主播吗 怎么全是隐层款落落 眼红直接换个岛 几乎又来一个 我没有的皮肤 你也别想好过 换个皮 叫做儿子 看看他是什么反应 呦 儿子啊 爸爸给你买的玩具 春儿好玩吗 他上来就是给我一脚 然后不知手里辣了的糖葫芦 直接给我干肥子 别打了 我叫你唱歌 我是你爸爸 然后他说他不想再看见我 太无聊 我总随机开了个单牌 这是一举离谱的粉黄甜粉赛 因为我匹配到了个不太正常的蛋 怎么又是隐藏款 直接给他个超级费果 然后他就在公屏上发了一段文字 这不是刚刚那个让我做爹的隐藏吗 好嘞 是这样等吧 看你可怜 爸爸再等你一回 什么 这个洛洛居然比我快 不亏是我儿子 牛的嘞 还想把爹扑下去 不过 这技术伤还差点 没得还玩得足 爹不给你玩了 爹要过关了 第二把居然是我最不擅长的吃豆豆菜 上面一个吃不到算了下去吧 咋又遇到我儿子了 那爹抱你过关吧 这次这么听话 看爹怎么整你 带自己一直准 继续抱儿子吃豆豆 他就过关了 多亏了有我这个这么好的爹 第三把我灵活的走位甩开了一大批蛋仔 快到终点时 没想到我的儿子又比我快 如此可教也 下去吧你 然后他气急败坏地在公屏上说我恨你 恨爹也没用 爹可是传说 一会儿点分赛有你好恨的 最后一把了带个回溯吧 这绝赛一开始 儿子对爹就带有敌意 不是用冰冻就是发起蚊子挑战 可这儿子的三角帽技术 是真的不太正常啊 主要是他压得能被同一个弹板弹两次 甚至差点被自己放的弹板给弹下去 我都怀疑 这是不是某个幸运的宝宝蛋抽到了指尖影墙啊 全来不费功夫我就躲过了 回大厅后果然儿子还是孝顺的 对我穷着不舍 还时不时问我吃不吃糖葫芦 我是小蒋 今天在大厅吃扁嘴轮 自从前男友给我让冠军后 他就退友了 没有蛋搭子开了个单盘 这是一把刻骨铭心的凤凰颠分赛 如果你也在颠分赛里遇到了这个黑蛋 请求我谢谢他 开局就被人抱起来 送了个超级退步 我感到很生气 怎么会有这样子的蛋 可后面发生的事情 我怎么也想不到 因为那个超级退步 我落下了一大截 还经常失误 有点沮丧 哎呀 这不是刚刚给我送超级退步的小黑蛋吗 他人还怪好的嘞 直接给我报到终点 说来奇怪 前几天我前男友在颠分对决里 偷偷给我让冠军 我再也没有找到过他 也正是从那以后 我经常在颠分赛里 有不同的黑蛋过来送我超级起步 不同的黑蛋在颠分对决中直接摆给 我甚至觉得匹配到了人机 但我知道他们跟他不一样 第二局是我最讨厌的烟花表演 哎呀运气真贝 上来就是爆竹 这里不知道被谁转了一下 烟花没了 这个小黑蛋心理估计 现在是五味杂量 等等 这不是刚刚送我到终点的小黑蛋吗 又帮了我一次 有点感动 干嘛 你是在跟我玩狱青故众是吧 好你小子今天就盯紧你了 这爆竹一定给你 呃好像不小心送错人了 对不起宝宝蛋 又不小心送走两宝宝蛋 第三把小黑蛋居然记仇 又给我送了个超级退步 气死我了 一会决赛有你好看的 拿个炸蛋随机炸个蛋 我要黑化 在我快到终点的时候 我怎么也没想到 居然会有个混蛋贝贝 出来给我捣乱 还想把我丢出去 不是你们过关了 就不要恶心人行吗 这样我真的很无语 怎么又是这个黑蛋 居然再一次抱我过关 这种熟悉的感觉 难道又是我前男友开的小号吗 他一次次这样的帮我 我真的会哭 我们也是凭实力 来到了最后的决赛 又是这个黑蛋 把我从套套中解救出来 他很厉害 一下子就干掉了战场上 吉他的蛋 这可是单人赛啊 却打出了双排位的感觉 会越来越怀疑他的身份了 当最后战场只剩下 我俩的时候 我向他表示感谢 也是为了试探他的身份 他回了句没关系 接着就开滚动跳下去 把冠军让给了我 为什么这个小黑蛋 对我这么好啊 这个他刚开剧 送了超级退步 难道跟我前男友有关 退出游戏后 我记下了他的名字 赶紧来到了黑蛋的岛屿 趁他在线 这一次我一定要问个究竟 黑蛋鬼鬼祟祟的行为诡异 一路跟踪他 我还差点被发现了 我跟随他的脚步 来到了个神秘的禁区 他这是要去哪儿啊 这 这是大傻蛋吗 我就知道他还没有退油 他为什么躲着我呀 兄弟放心 就算你离开了 我也会帮助小贾 每个赛季都成为共同的 离开 离开是什么意思 所以他分手都是骗我的吗 是什么意思